《建民論推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7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373期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來說一下英國金融時報 昨天發出了一份重量級報導 這個呢在社交媒體上已經廣為流傳 這個報導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說習近平啊他曾經告訴過歐盟支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他跟馮德萊恩說呢美國誘騙中國呢武力攻佔台灣 但是他習近平不會上美國人的當 習近平這個話呢一下子就讓很多人認為 哦原來打台灣是美國人的想法不是習近平的想法 習近平跟馮德萊恩說武統台灣其實是美國的陰謀 華府呢一直試圖通過向台灣提供武器以及推行各種拉攏台灣 在國際上亮相的各種措施呢最終來記錄北京記錄習近平又使中共呢 陷入軍事對抗這個習近平這個話一下子就讓別人就是傻了眼了 也就是說原來打台灣忙活來忙活去天天在台海軍機繞台的 不斷有那麼多軍艦去封鎖台灣海峽的原來是美國人啊 習近平有那麼大的智慧嗎 天江偉人習近平說他一眼就看穿了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啊 你美國人欺負我只是在梁家河扛脈著我沒那個換奸的智商嘛 也就是習近平他通過馮德萊恩告訴美帝國主義 正睿智地發現你們美帝國主義實際上給挖那個大坑 我是絕對不上當的啊 所以習近平也是拼了啊 因為民進黨呢連續第三屆任期呢執政 蔡英文執政了兩屆現在賴清德呢繼續接過他的接力棒 民進黨繼續執政了 所以賴清德當了總統以後習近平本來什麼是叫小的 如果賴清德這個務實的台獨主義上台 堅決要打掉台獨主義的氣焰 現在呢他實在是沒辦法了 因為沒辦法打掉人家的氣焰啊 他只能是在自己無論為例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實實在在去粉碎台獨分子的陰謀的情況下 只能是嘛 只能說他通過失破了美帝國主義的陰謀 來給自己找一個台見啊 這樣一講的話那是不是這個武統看來也要爛尾了啊 也就是現在網絡上都在傳作兩個新的凡事啊 凡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項目 沒有意見最終不是搞砸了搞爛尾的 凡是習近平他熱烈擁抱和接盟的國家 沒有一個不是獨裁或者是腐敗的 所以說呢這就是習近平他現在給全世界留下就這麼一個印象 只不過呢對於習近平告訴馮德萊恩說是武統台灣是美帝國主義陰謀這個新聞一出來啊 如果台灣人你覺得習近平他已經決定放棄武力攻台了 大家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習近平不敢來打美帝的陰謀嘛 那麼如果是台灣人有這種想法那上當的就是台灣人了就不是習近平了啊 美國現役宗教叫科格他最近呢發表了一篇文章 評價了中共軍事實力是否能夠攻佔台灣 他說中共的軍力呢不像是北京當局呢 他營造出來的那麼強大就是中共對台兩西作戰的攻擊規模啊 他要比二戰諾曼底登陸要複雜要更大要更艱鉅 也就是今天的中共要攻佔台灣 無論是攻佔台灣東面還是攻佔台灣西面 他需要的聯合規劃和協調 需要步兵登陸軍海軍空軍以及導彈部隊所有租兵種的配合呢 要比當年諾曼底登陸要複雜的多 他說中共呢他儘管他不斷地虛裝聲勢但是他到今天為止 他都缺乏這種呢對台登陸作戰的能力 那麼海外有很多中國軍事觀察專家 他們呢都是通過宣傳和政治作戰的視角去分析中國 那麼你怎麼分析你就應該了解共軍在台灣總統賴清德上台之後 在台灣周圍搞了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叫做聯合歷劍2024年A這個演習你就可以觀察出 中共完全是虛張聲勢 根本沒有達到可以武力攻佔台灣的這個水平 但是中共的宣傳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在台灣是形成巨大影響的 也就是你縱管中共這麼多年對台南持續的施壓 中共加速他自己的造船以及盜竊美國軍事技術 尤其美國海軍建造的軍事技術呢 中共偷竊呢是偷竊到很多美國的軍事情報的 所以中共的造船技術的不斷推進呢 使得西方認為海軍建設呢現在中共是領先了 西方相比的是相尋失色的 所以中共呢他不斷地擴大他的飛彈武器庫 以及他延伸威脅各種現象你綜合起來分析 很容易讓台灣國軍以及呢海外的其他軍事專家 認為中共實際上已經非常強大已經不可戰勝 拿下台灣如貪狼取物 其實呢這一種傳達的信息是錯誤的 也就是台灣人很多的人都認為啊 就是抗拒中共軍事佔領對於台灣來講是徒勞無功的 我們還是選擇投搶吧這在台灣很多人呢都是消極的認為抵抗武力的 那麼如果你看透中共的宣傳你就知道中共真正的軍力呢 它沒有那麼強大雖然看上去很危險 但不像北京當局所營造出來的那種虛張聲勢 中共雖然有封鎖台灣周圍的海空實力 但是呢這一種實力它也是什麼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因為這本身就會破壞中國自己的經濟 損壞中國自己的國際貿易嘛 所以說台灣一定要了解中共公台宣傳裡面的真真假假 弄明白中共在入侵時候相對的弱點和台灣能夠發揮的能量抵抗的強大力量 媒體宣傳要全面駁斥中共所謂壓倒性實力的敘事 保障台灣人民不受中共惡意影響活動的騷擾 台灣人民堅定的嘛要跟國際社會站在一起反對中共對台灣的武力並吞 所以這是美國軍事專家他對台海現狀 對中共軍事實力做出的一個分析 而習近平他之所以跟馮德萊恩在交談中 他說出什麼美國促使我武力攻占台灣 但是我絕不上當這個話 習近平所謂的不上當的這番談論 他並不是他不想打掉台灣 他只是想挑撥離間沒有關係的 不是習近平心裡面沒有想把台灣站下來的想法 可以講習近平做夢都想把台灣統一過來 完成他自己的所謂千年明君大夢啊 那麼對於台灣來講長期中共所推行的 所謂和平統一啦一國兩制啦已經完全破產了嘛 那動武只是中共最後的唯一的選項 早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年代不放棄武力統一手段 最終拿下台灣就是中共對台灣的一個既定方針 這個確定性是遠遠大於習近平跟馮德萊恩一次忽悠性的談話 這個談話根本就說明不了什麼 習近平只是通過這個談話來挑撥離間歐洲和美國的關係嘛 但是習近平這個講話通過國際輿論把它報導出來 那就非常有戲劇性啊 因為說打台灣的也是他說不打的也是他 突然又說不上當責任全部在美方 你不是感覺到很花季嗎 按照這樣看來的話統一大業中華民族的復興大夢 原來都是美帝國主義的願望 一直以來呢中國至少是坊間一直有這麼一個說法 說是把中國搞得百業凋零萬業爛尾的習近平啊 其實是美帝國主義長期培養的美國特務啊 從習近平在梁家河扛麥子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培養了啊 你看看現在這不是習近平一不小心就自己承認自己說出口了哇 要不是美國派來的怎麼會對中國人那麼狠呢 自他上台這麼12年可以講12年來能挖的礦呢都給習近平挖完了 能發的樹呢都給習近平砍光了 能打的土豪能摸受到賬款的貪官不是給習近平弄死了 最終就是給他逼他逃走了 實在是沒有多少韭菜還能再割刀了 所以現在開始耍流氓了嘛放50年後的國債啊 也就是現在中國銀行動不動發行就是50年期的國債 你買了這個國債要50年以後才能兌現的 有幾個人能活到50年以後啊但是中共現在從10年國債 20年國債30年國債現在發行到50年國債 再以後就要發行百年以上的國債了 那共產黨你能不能活過50年你能不能發行50年的國債 所以說習近平現在呢放債一放就是50年 而收稅呢收稅是要收前30年也就是倒查前30年嘛 現在根據中國大陸媒體的報導很多企業呢都被倒查30年 收30年前的稅我在大陸的媒體上就看到說是廣東佛山 一個酒店叫新世界酒店新世界酒店被倒查25年 因歷史稅務問題呢最終補稅90多萬這是最少的啦 青海西林有一個上市公司叫藏閣礦業被倒查20年 最終補交稅款以及支納金呢要1.88億 其中支納金金額是印交稅款的2.58倍 也就是造死受人家的支納金啊 廣東惠州呢是惠州叫秦基集團被倒查20年 追繳在2000年到2008年它的這個稅款要追繳5304.92萬元 湖南岳陽本地最知名的一家開發商被倒查20年 補交稅款加上罰款一共要罰9億多 浙江杭州叫做杭州宜山服裝公司也被倒查10年 補稅是2.1億補稅加罰款一共要給3.6億 這就是習近平啊也就是窮奢機率啊 美國人如果自己來統治中國可能都沒有像習近平這麼窮窮結案啊 那麼習近平他動不動說他不上美國人的當 也就是我們把話說回來 習近平所謂不上當這個說法我個人分析 他真正的目的不就是忽悠再挑撥理解歐洲人和美國人的關係嗎 讓歐美國家他們在台灣問題上面放鬆警惕 他本意就是什麼要拉攏歐洲去對抗美國 因為美國對中國出台了很多致命性的打擊啊 但是這種打擊如果美國單方面執行了行不成最後的效果 因為中國可以通過歐洲對抗美國或者是通過歐洲繞過美國的策略啊 比方說電動汽車美國對中國加增百分之百的關稅 如果歐洲不增加那麼中國就可以把企業辦到歐洲去 無論是獨資企業還是核資企業 那麼他們在歐洲生產的這些電動車顯然在歐洲賣那肯定沒問題吧 而歐洲的電動車你可以進入美國 美國不能對歐洲增加那麼多的關稅啊 你對大陸來的電動車加百分之百 對歐洲的電動車你加不了百分之百啊 所以這種情況下中國一旦在歐洲設廠 把歐洲生產的電動車貼上歐洲的牌子往美國賣 那美國對中國這個百分之百關稅惩罰性的這種打擊 不就起不到作用了嗎 所以說呢歐洲如果是這麼去做 歐洲顯然就提供了中國利用歐洲對抗美國的這塊基地 但是對歐洲的損壞很大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它如果還想通過歐洲賣到美國 並且對市場有競爭力的話 那顯然價格很便宜 價格很便宜就顯然這些車是從中國大陸拉到歐洲來 在歐洲找一個貿易公司轉口就賣到了美國 歐洲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實惠 對那憑什麼歐洲要給你中國這樣生產呢 而且歐洲放任這個口子的話 那顯然歐洲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傷 因為這些車既然能夠從中國拉到歐洲來 顯然在歐洲當地就可以賣 對歐洲的這個產業就有大量的這個衝擊啊 所以歐洲它必須要跟進 跟進才能夠什麼 才能一個是維護歐洲自己的利益 同時也不讓中國呢利用歐洲轉口貿易呢 能繞開美國對中國的關稅打擊 所以說呢歐洲現在就宣布呢 把這個關稅呢也全部上加 那麼雖然沒有加到美國那麼高 加到百分之百 但是這個關稅一增加 中國想通過歐洲繞過美國 避開美國關稅打擊這一步 它這個陰謀就破產了 因為你這麼一加以後 中國到歐洲去辦公司 無論是獨資的還是合資的公司 那顯然什麼 顯然你所有的產品進歐洲 你本身就要交納一個高額的關稅 而在歐洲生產的電動汽車 那要求你百分之百 用歐洲的勞動力 不可能給你中國大陸 你招一點勞動力到歐洲去 那你用歐洲當地的勞動力 那顯然你這個勞動力成本的支出 就不可能讓你這個電動車很便宜了 勞動力成本這一塊在中國幾乎為零 但是在歐洲美國它的勞動力成本至少是佔 生產電動車它本身製造成本的一半以上 這是首先勞動力成本大大增加 第二個歐洲是不會給任何一輛電動車 有一毛錢的政府補助的 也就是取消掉政府補貼這一塊 取消到勞動力成本幾乎為零這一塊 中國電動車就沒有競爭優勢了 那麼你說這些配件全從中國拉過來 那所有的配件進入歐洲 跟電動車有關的配件或者原材料 歐洲都給予你加入了高額的懲罰性關稅 那麼這麼高的關稅進入以後 你這些配件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成本上的優勢 最終你生產出一輛歐洲的電動車 哪怕是中國大陸在歐洲設置半廠 你自己生產的來自中國大陸的配件 生產出來這麼一輛電動車 你無論如何你的成本 不會比歐洲當地電動車生產的成本低 所以你就沒有價格競爭優勢 那本身質量你就不佔領先 你又沒有價格優勢 你到哪裡在歐洲市場賣呢 你更賣不到美國去 因為你賣到美國去 還要在美國再繳納一道關稅 雖然不是來自中國那個百分之百 懲罰性的高額關稅 但是歐美之間只要是某個產品 它不屬於零關稅的話 稍微價格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到美國市場 跟美國本地的電動車競爭 至少你在美國 你競爭特斯拉你就競爭不過 所以這種情況下 歐洲一旦出台跟進的打擊中國的關稅制裁政策的話 那歐洲就跟美國保持平衡了 同時中國通過歐洲 繞過美國這一個計劃 那就破產了 所以歐洲現在已經宣布了 宣布了以後 那麼歐洲雖然它加上的關稅沒有美國那麼高 沒有像拜登宣布的把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原來的25%上升了百分之百 但是歐洲這個關稅一加中國呢 那基本上呢在歐洲市場呢它也沒有競爭力 那麼美國也打擊了歐洲也打擊了 那能不能繞開美國和歐洲選擇另外的部門 同時跟歐洲有一點關係的 最終把這個電動車在這裡生產以後 想方設法賣到歐洲賣到美國呢 中國就瞄上了土耳其 認為土耳其呢正好是一個邊緣國家 通過這個國家中國來大規模的在土耳其辦長 然後把土耳其的所有的電動車賣到歐洲去 中國人又中這個腦筋 那土耳其能不跟進嗎 所以土耳其馬上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和各種能源產品 馬上加徵懲罰金關稅 絕對不能讓土耳其賭歐洲的後塵 也就是歐洲不這樣做就禍壞了歐洲 土耳其不這樣做就禍壞了人家土耳其業 所以土耳其剛剛宣布對中國產的電動車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關稅 這就說明吉利棒已經傳到了土耳其 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加稅 歐洲為防止 最終在美國沒有辦法傾銷的過程的產能湧向歐洲 歐洲只能跟進 跟進美國對中國共同加稅 也就是防止中國廠商以歐洲為產地 繞開美國的關稅的制裁 那麼美國這樣做 歐洲這樣做 土耳其同樣的考慮 也就是為了避免中國廠商以土耳其為產地 繞過美國和歐洲把土耳其作為自己的生產基地 那麼美國和歐洲都會給土耳其極大的壓力 並且土耳其如果這麼去做那就毀壞了土耳其自身它本身的產業 所以土耳其它肯定扛不住 它只能呢跟進美國和歐洲 因此來講通過這個實力 你就可以看出啊美歐的金融基礎和它的產業鏈是高度重合 並且什麼是嚴絲密封的也就是電動車呢 它是集合了很多產業 歐盟肯定在產業標準在它的發展方向和美國是站在一致的 站對美國對於歐盟來講是必然 連土耳其都要站對美國和歐洲 土耳其和歐盟的關係都是這樣的啊 這才是核心實力的差距也就是美國一旦發力 歐洲啊和其他世界上發達國家都要向美國靠攏 因為只有跟美國戰隊站在一起才可以保證自己的利益 同時保證世界公平的貿易秩序 而中國這麼幾十年來都要破壞美國打造的 以美國唯一守著全球的貿易圈 幾十年來中國想衝破這個生態圈啊 古道重建一個自己層面的能夠對國際產生影響的 習近平要搞的小圈子 他希望他聯合的這個圈子呢 通過什麼金鑽五國啦中亞五個斯坦的上河組織啦 他搞來搞去就是為了對抗西方嘛 問題是你的那幾個小兄弟有這個對抗西方的能力嘛 習近平就憑俄羅斯伊朗北韓什麼塔利班哈馬斯 就能建立起一個金融技術的產業圈嘛 他建立一個流氓土匪我也差不多啊 而且最終呢這些流氓和土匪都會因分贓不云而炒翻天 習近平可以講他當流氓的智商 你認為他是比三胖高呢還是比普京強呢 所以無論習近平他怎麼想那國際上面 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打擊俄羅斯 就是稍帶的把習近平一塊收拾了 這個態勢已經非常非常明顯了啊 這次即其國家的聯合聲明中就有專門關於制裁中共的這部分 我們就單獨的看這一部分就是針對中國的這部分 即其國家怎麼說啊 即其國家說 依照我們自己的法律系統針對中國和第三國支持俄羅斯戰爭機器的行為 要採取強力的制裁做事啊 誰為俄羅斯國防工業提供他們的物質戰爭便利 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屍體還是隱藏在香港的其他跟中國相連的其他中資控制的各個公司 都會被西方親和為首的國際金融系統嚴厲的打擊 凡是為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採購物資和提供各種便利的屍體 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那些公司以及呢個人法人所有的這些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或者是第三國的個人和屍體全部都會被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嚴厲打擊 金融系統將切斷美元歐元和其他國際上面主要兌換貨幣的一切來源 也就是所有的錢你們就去玩人民幣和盧布吧 除了這兩種貨幣之外其他的都跟你把你切斷了 你還玩什麼呢 也就是說人民幣如果跟盧布繼續捆綁 最終什麼俄羅斯崩潰了 盧布連超值得不如時候人民幣的縮水率那跟盧布是一模一樣 所以最終就是14億老百姓他來幫助習近平買單啊 在即期會議上面美國情報官員呢提供了呢詳細的情報 就是中國呢增加了向俄羅斯出售機床微電子無人機和其他技術 包括中國長期以來偷竊美國的AI人工智能技術 而俄羅斯呢正是利用中國輸入的這些技術和設備 以及大量的原材料生產各種導彈坦克飛機和其他的戰爭武器 來維持俄烏戰爭每天呢俄羅斯大量的消耗 因此呢即期國家呢看到這些情報就很清楚 是習近平長期以來呢支持俄羅斯呢幫助俄羅斯維持著這一場侵略戰爭 那麼習近平他這麼去做 而且被西方其國完全看得清清楚楚 最終就能顯示習近平這個人實際上他的智商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人家本來是打擊俄國就是獵手本來瞄準的是一頭熊 結果串到前面來那頭豬人家不打你打誰呢也就是你習近平主動贏著子彈上網 所以習近平選擇這個時候支持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啊 除了違背國際公義之外 與世界文明國家為敵之外 最終什麼最終就是全球正義的民主國家在打擊俄羅斯時候 要把中國呢捆起來一塊兒打 那麼這種打的結果 當然中國14億老百姓他們最終呢是蒙受沉重的代價 也就是他們手上的貨幣會大大的貶持 老百姓最終會為習近平的愚蠢都紛紛幫助買單啊 那時候你不買不行啊 因為老百姓手上只有那點人民幣啊 而人民幣由於習近平跟盧布之間的兌換 最終導致盧布崩潰人民幣就跟超級一樣啊 而本次烏克蘭在瑞士召開的和平峰會 這兩天的和平峰會人家取得的成果是非常顯著的 你不要看僅僅是全球八九十個國家參加這個會議 並且形成一個聯合公報 什麼中國沒有去俄羅斯沒有去好像就不代表全球性 我告訴你講瑞士和平峰會它實際上就是嘛 對戰後審判俄羅斯它已經形成了一個聯合的全球的核心聚集力 美國是派了副總統哈里斯代表拜登出席的 哈里斯到場當場就宣佈 美國再次給烏克蘭支持15億美金 那麼隨同哈里斯到訪這次瑞士和平峰會的 是美國重量級的一個官員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撒利文 撒利文在瑞士和平峰會上發言時候他就透露給大家 中國之所以不在這習近平沒有來是莫斯科科里姆林宮普京要求中國絕對不要參加 而且不但是習近平你本人作為國家元首不能去中國代表團也不能派 他們找出的共同理由就是什麼就是俄烏戰爭俄羅斯作為參戰一方 如果俄羅斯沒有被邀請怎麼可能有什麼實質性成果 怎麼有理由邀請全球主要國家全部去南啊 也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抱著這種說法來對抗這次烏克蘭的和平峰會的 那你回顧歷史你看一看二戰無論當時亞爾塔會議還是波茲坦公告或者是開羅宣言 哪一次是邀請了希特勒東條英基或者是莫索里尼參會的 難道沒有他們的參加就沒有實質性成果嗎 二戰結束迄今已經將近80周年 那麼這80多年二戰之後的全球和平秩序是怎麼形成的呢 你中國不參加只能講你中國自決於文明社會 中國不參與你最終只可能在全世界被文明社會邊緣化 最終你中國主動放棄了你在全球的話語權嘛 因為俄羅斯是不可能有話語權俄羅斯被打敗以後普京上審判台 俄羅斯這個國家會不會被肢解俄羅斯最終能不能只是保留它 莫斯科傳統的歐洲那一塊這就不錯了它霸佔來大部分的亞洲國家的領土 如果中國不參與中國都沒辦法去收復被俄羅斯強占的那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很可能這些土地上的人民他們自己獨立成為自己獨立新的國家 如果中國是站在世界文明一方跟美國以及歐洲沉重的打擊俄羅斯 在戰後重新規劃戰後俄羅斯秩序的時候 霸佔中國那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很可能是從此就回歸中國的 習近平如果能做到這樣習近平本來通過他收復被俄羅斯佔領的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 他這才是千列明軍這才是千古一地呀 但是他放棄這個機會任賊作父霸佔中國最大土地的人反而是他要維護他的侵略野心 所以說習近平最終是愧對祖先的所有擁護中國共產黨並且任賊作父的這些人 你們哪一個人在列祖列宗面前你們自己有臉面啊 而王毅也好習近平也好動不動就要說沒有中國參加沒有俄羅斯參加 只是你美國單方面引導的就不算是全球和平秩序沒有中國的世界就不算世界 這種想法就是三胖大跌金二胖一貫嬌囂的就是沒有朝鮮的世界沒有朝鮮的地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一個朝鮮在地球上面算什麼啊也就是美國沒有想過要徹底的剷除你金家政權 你金家真放一個導彈你試試看啊拜登說過對你金家只要你挑釁只要敢動核武 立馬就滅掉你金家政權直接用你的政權來換取你的滅亡 這是呢拜登的對金家說過這個話但是拜登一再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維護習近平一再表達他不會剷除共產黨的政權 不以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為最終目的只是跟中國保持一個競爭 那麼這只是拜登他維護他自己民主黨的利益 他現在不斷地跟中國放下自己這個勾兌中國的語言 但是中國你絕對不能得聲俊齒 你認為美國不打算滅掉你這個政權你就可以嘛 以14億人民為代價不斷地去挑動國際文明秩序的底線不斷地去挑動美國 你如果真的把美國惹毛了那我告訴你講美國要消滅你中國共產黨 那只是分分鐘的事你去翻翻歷史美國要消滅誰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最終能逃脫的掉 美國總有一天他的政治家可以聯合起來能夠意識到不把中國共產黨剷除掉 不把這個對美國最大的威脅把它徹底的消滅掉 美國是不會有太平的所以這一天儘管我們知道非常非常的漫長 從美國的歷史上我多次談過美國沒有想過要把中國共產黨消滅的想法 但這不代表未來沒有不是現在的美國的政治家可以決定美國未來的 美國以前的政治家他們也沒有決定美國的現在 如果你回顧看看美國二百零年前美國的國父以及美國在百多年前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美國這些偉大的歷史人物 他們什麼時候想過美國今天會是一個LGBT的國家會是一個黑命貴橫行的國家 會是一個大量的幾千萬的非法移民隨便突入美國就可以湧入美國的國家 所以說今天的美國不是美國先父們他們所希望的美國 那麼未來的美國也不是今天的美國領導人能夠決定的美國 如果有一天美國人他們能夠真正意識到所有對美國的威脅都來自中國的話 中國共產黨被滅掉那只是分分鐘的事啊 我只是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讓我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美國沉重的打擊中國 滅掉中共讓中國人民也能過上跟台灣人民一樣的民主自由的一人一票 選擇自己國家領導人的有尊嚴的民主生活 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做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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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